在放假的時候 我很希望跟小朋友有多一個互動的環境 是更天然 與更不受城市干擾的 所以我們當初希望把房子 埋在這個地方 也是希望讓小朋友 多一些與自然接觸的機會 真正到山上 其實透過蜿蜒的山路 我覺得心情已經慢慢得到了轉換 你看到很多的山的曲折 看到很多樹影的變化 你再進到這個房子裡面 其實是一個情感昇華的過程 它可以讓我們的心情慢慢地沉澱 與慢慢地接受自然的一個洗禮 室內設計需要一些靈感的刺激 環境對於靈感的刺激是非常決定性的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真正可以讓我思考 與讓我轉換的一個環境 所以當初我看到山上有這樣的山景 與世紀不同景觀的變換 甚至有一次很特別 我還看得到雲海 所以我覺得好的一個沉澱的環境 確實可以幫我得到很多靈感 與創意的提升 我連最重要的碩士論文 都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一筆一筆地寫出來 所以好的空間 真的可以讓我們完成許多 生命裡面該有的階段性的目標 以我設計空間的概念 比較會是用純粹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很喜歡用大面一樣的材料 來呈現空間的純粹與它產生的寧靜感 這樣的空間其實反而會更有張力 它會有很多的空間與人跟結構的關係 那這種關係其實很微妙 也讓空間跟人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結構感覺的對話 以我們這個空間為例 其實我們大面積都是用非常乾淨純粹 而且低彩度的顏色 來讓這個空間產生了寧靜的一個氛圍 可是我們也在視覺的焦點 放了一個非常高彩度的黃色的一個畫作 讓空間產生了另外一個視覺的衝擊 另外技巧性的搭配一個可以跟畫呼應的一個黃色的抱枕 它產生了一些空間的連結 也讓這個空間多了一些乾淨裡面的生命力 那這樣的生命力可以讓這個空間更有它該有的一個活力 因為光影的不同而產生了空間裡面的氛圍 我覺得這是非常自然而且有力的 我們非常喜歡光影的部分可以達到最大化的一個效果 光影的層次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讓它的層次有更多的表情 包括我們窗簾的選擇 它會有一些塞光 跟也有一些讓光的層次感變得再更豐富 也可以讓室內的材料因為光影的關係 而產生了光跟材料與人的互動 那這樣的互動關係 我覺得其實反而讓空間的感受度會再更昇華 我很喜歡旅遊 旅遊過程中其實不一定要去非常遠的地方 比如說在家裡附近的公園 我們在樹影下面行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些畫面會很感動 所以在生活裡面的觀察力 我覺得這是設計師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唯有把很多細節的感動 發揮到我們的作品裡面 我們的作品其實才會有真正的能量出來 我們運用鏡面與玻璃的呈現 可以讓空間感得到了不同的延伸與反射 延伸與反射可以讓空間 視覺效果可以放大之外 它會產生很多戲劇性的一些張力 比如說我們在衛浴空間 透過玻璃的隔間 可以讓我們的視覺穿透 而得到最大的窗井的延伸 我們在浴缸的牆面上 我們又做了一面鏡面 讓窗井好像又得到了另外一個層次的展延 那這樣的延伸感其實是可以讓景觀的優點 又得到最大的放大 廚房空間也是另外一個我們運用灰的鏡面 讓視覺效果可以透過鏡面的關係 得到了另外一個延伸 我們在面對廚具使用流理台的過程中 一樣是可以看得到景觀 以生活為出發點 其實我可以更清楚知道它生活裡面的內涵 而空間裡面是表現內涵非常重要的一個載體 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讓生活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做設計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